今天的话等于是第七次吧 然后每一次上课的那个上课内容 我都把它放在论坛里面 所以其实还蛮清楚的 那总共有十次上课 所以其实已经渐渐到了尾声 那后面的课程 当然会又比前面来得更困难一些 只可以理解啦 不过如果假设有一些地方还不太熟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把前面的再把它复习一下 因为每一个每一个环节都是成人相扣的啦 所以如果你未来想要利用Python来实作像现在很夯的像AI的部分的话 那其实这个AI其实也是在这个前面的基础上面往上去堆叠上去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的基础不够稳固的话 你将来即便你要想要学习有关AI相关的这个程式的话 那当然还是会有问题啦 因为前面比如说最常会用到的像是那个串列这个形态 看起来其实没什么啦 不过你会发现只要想要把资料放进去 而且是放大量的资料的时候 你恐怕要注意到说到底有几个串列 然后串列要怎么切割 所以切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到 比如说像前面有个读取外部的档案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 那要怎么样刚好把它放在串列里面 那串列如果有一个 或者如果有一个以上的串列 那你要怎么去把它做分割 OK比如说你不止一栏 你可能有两栏可能有三栏 那你要怎么切割 切割完之后呢 怎么样再把资料呢 放到比如说像上礼拜 最后我们有讲到资料库啦 有没有 那资料库实际上呢 就有点像其实简单讲起来 它是一个表格啦 OK所以一般叫资料表 资料表就是一个table 一个表格啦 OK那这个表格跟其他表格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最大的差异就是 资料库 它比较强调就是说 你要预先先规划好 你这个到底要几个栏位 有没有 那栏位里面的到底要叫什么名称 那这个名称之外 后面还要叫放什么样的形态 这个是要预先规划好的 也就是你没有预先规划好 那没办法 资料库它没办法 就是你不确定的 那我不让你放资料 因为你放进去 那可是会有个问题啊 可是我预先规划好的形态 假如跟预期的不一样的话 那怎么办 对那就会出问题了 有没有 OK 所以你说资料库 到底好不好用 你目前 当然如果跟Big Data 来串接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一些问题 因为它要一定要预先把它设定固定的形态 这个似乎跟那个大数据的一个概念 其实有违背啦 因为大数据的概念其中有一个项目 这资料来源是有不确定性的 也就是资料的大小 资料的形态 其实是不完全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放在那 像现在的比较流行的观念是资料库 那会是问题啦 所以衍生出来 现在有一种资料库形态叫NoSQL NoSQL就是它跟传统的那个资料库形态又不一样 就是没关系 你来源没关系 你随便放资料我都可以让你放 而且你也许你不规划也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丢吧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如果拿来跟那个Big Data做串接的话 似乎是比较合乎需求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啦 为什么Excel到目前为止 它已经出来应该32年的 还居立不搖 而且好像并没有说因为它出来很久 结果慢慢就没有人用 没有 反而越用越多 其实我觉得主要一个很大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Excel的储存格你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而且它刚开始也不会要你说你要放什么样的形态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刚好它的这样的诉求 跟那个大数据的这样的需求 其实蛮吻合的 所以我觉得它会 不只是说它这么久还继续被使用 而且还用的更广泛 而且还用的更广泛 我觉得跟这或多或多有点关系吧 还有你会发现那个Excel本身它就是一个表格嘛 也是拿 所以有人说到底Excel是不是资料库 可不可以拿来当资料 那其实你不要纠结啦 反正我们就放资料的话 基本上它是可以达到资料库的这样的应用 可是它如果你要严格讲起来 它不是资料库啦 它一般叫什么 叫类资料库嘛 OK 之前像那个火车发生事情 不是交通部长说那个类火车 明明它公车你说 对 可是问题呢 它其实意思是说 它只要能够达到运输的这个目的啦 那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 那我们如果特别在字面上一直吹毛求疵 那当然你说不是就不是 对它明明就是一个公车 你怎么说它火车 所以意思是一样嘛 那当然它有一些缺点啦 Excel的话 其实缺点还蛮多的 第一个它不能放大量资料 最多就是1048576嘛 就是大概104万多笔 OK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就是效率其实没太好 有没有 跑起来如果你假设要查一个资料的话 当然效率绝对没有资料库这么快 可是啦 相反的 如果你是办公室应用 你不会有100多万笔资料 反正你大概几万笔资料 10几万都大概够的话 那我觉得OK啊 另外的话你说效率 效率再怎么不好 我觉得还有因为现在电脑太快了 还有以前可能记忆体不够会跑到当机 那现在这些问题应该不存在啦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当然就是一个演变啦 所以慢慢当然我是觉得Excel也未尝不可可以拿来当一个资料库使用啦 只是说它不适合 OK 也许你如果想要放大量资料的话啦 当然真不建议你用Excel来当资料库 但是如果你简单易用啦 而且还有资料交换 大家都不会排斥吧 比如说人家给你Excel 跟给你一个很奇怪的像Json格式 你给我Excel就好了 你给我一个Json我怎么办 我要怎么处理 还给我找麻烦 OK 或者你给我一个资料库 SQLite资料库给你 你要什么我要怎么开 对OK 没办法开 所以啦 其实以目前来看 像Excel啦 其实它优点大概蛮多的 不过缺点还是存在 可能大家注意一下 那上个礼拜的话呢 基本上 主要就是什么 档案的那个部分 其实我们主要有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的话呢 难度就更高 本来是档案读取嘛 那我们延伸到 25个档案 全省邮局地址 那全省邮局地址 有25个文字档 那如果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把25个档案 全部合并在一起的话 合并 OK 那当然会有几个需求 OK 我要怎么样知道 到底某个资料夹里面 有多少个档案的名称 那其实我们后来又用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是利用那个OS的一个模组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Walk的方法 它其实就可以达到我们要 它其实蛮好用的 我觉得以后如果说呢 你遇到就是说呢 你要把某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的档名跟副档名 通通读取到一个串列的时候 那就可以用OS.Walk这个方法 其实蛮好用的 但是它回来的东西 记得一定会把档名跟副档名 放到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你必须要有串列的处理能力 才有办法做后续的 OK 那个至于怎么读取啊 其实蛮简单 有范本啊 我想之前我们做过 你如果记得的话 你可以拿 如果记得不起来的话 你至少要把那个范本留下来 那最后的话我们是怎么样 把它用回圈的方式 那今天很简单嘛 用Open Open三重 读进来之后 再把它开一个All.DST 然后把档案写进去 那记得用A模式 Append进去嘛 然后一个之后 尾巴记得加两个换行 那一个在中立 有没有 开起来 然后放到下面 然后在南投 南投放在下面 然后25个档嘛 一个一个一个 回圈 所以回圈其实就是 可以帮你把大量的档案 在那个回圈里面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开档 写档 最后存档 那这样的话 25个档案呢 就合并成All.DST了 OK 那最后当然 其实上个礼拜这个题目 其实还蛮有一个变化的 这个变化我讲过啦 其实难度又更高一些些的 其实难度虽然很高 可是其实程式码并不多 大概就顶多10行左右啊 就是再把它分割回去 OK 分割怎么分割 其实你会发现 也是串列 所以你会发现 串列几乎是这个什么 这个叫做穿针引线的角色 先用Sprint切割 切割 怎么切割 因为我们前面有预留伏笔嘛 两个换行 然后透过两个换行的地方切割 然后呢 一个就放一个串列的 一个索引的位置 一个一个一个 所以一个档案刚好就放在一个索引的位置 那我只要把其中一个索引的位置读出来 然后把它存档 但是因为它的档名 档名刚好在第16 好像16跟17个字嘛 所以我们就把第16跟第17个字 抓出来 当成档名 然后负档名点TSD补上去 哇 它就通通又把它怎么样 分割回去了 可以合也可以分耶 那这样就很方便了 以后的话 你就不用说一定要 什么 固定的形态 OK 这个就有点像Excel里面一样 Excel其实也可以 工作表 工作簿 你也可以分 也可以合 那大体上都类似 那只是说Excel的话呢 它牵涉到的问题又更广泛 因为 如果你要直接读取Excel的话 会有问题 因为Python内建的模组 并没有支援 所以你要用别的方式 那用哪些方式 其实坊间那个 能够处理Excel的方法太多了 当然哪一个最简单 当然是最重要 因为如果你找很多 可是问题太复杂了 不好用 当然也不是好办法 所以有没有什么 又简单 又快速 又好理解的 那当然是最好的 OK 那其实 所以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再延伸到Excel OK 所以上个礼拜 最后用SQLite 把那个Member的会员资料 写到这个资料库里面去 还记得吧 所以这里的话 关键地方 第一个就是先建一个Cursor.db的一个资料库 OK 那建立的方式 其实就是利用SQLite的这个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方法叫Connet Connet的话就是 Connet 从那个字面上应该理解吧 连线连结 但是它有两种状况 就是如果假设这个 这个什么资料库假设不存在的话 它在连结的时候 假设没有发现说 根木柳这个资料库 没有这个档案的话 它会帮你新增 可是如果它发现里面 里面已经有这个档 它就帮你连线 所以其实这Connet 我觉得它背后 除了说有连结的意思之外 还有检查也有没有 没有帮你新增 如果有的话 那我就去Connet它 OK 那第二个的话 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假设资料库这样 里面的话可以放很多的Table Table就是它的资料表 其中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建一个叫Member Member01 然后里面的话 我把它分成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这五个栏位分别就ABCDE好了 那形态的话 就给最基本的 如果你假设不想伤好金的话 你全部都文字也没关系 有点像Excel一样 反正我通通都把它用文字 然后将来如果要取出来 我再转型就好了 其实也未尝不可啦 只是说它的效率可能比较低落一点点 OK